你昨天在我的鉛筆盒那裡拿的對不對 不是 不是 誰給你的 丟給他嗎 沒有 幼兒園老師又查出眼前女童 有沒有偷拿糖果跟其他小朋友一起對職 回答我 不要 是不是你拿的 不要 沒有人會打你 是不是 小朋友被帶到醫師室 辦公室被老師私下審問 女童哭成類人兒 要求老師別打他 是不是 不要 不說我現在帶去警察局的 不要 是不是你 不要 是不是 不要 一聽到老師威脅說要帶去警察局 把女童嚇到哭更大聲 影片被女童的親戚PO上網 控訴老師當全班面前問 難道不怕傷 小朋友自尊心 甚至過程就像是遠景在抓現刑犯 我認同 因為事實就是這樣 我怕影片是當成一個證據 女童被老師審問的影片引發網友公憤 質疑幼兒園老師做法有問題 但其實最親近女童的阿公 卻替老師說話 因為女童行為偏差已經不是第一次 其實是因為這孩子他在這個部分 已經有很多次有 就是物品的管理上 沒有辦法達到一個很正確的觀念 希望說能夠 那個原方跟那個家長的部分 我們達成一個共識 女童阿公出面替幼兒園還有老師說話 而原方也表示會傳影片給女童阿嬤看 是希望家長能一起配合 只是老師做法可能太激烈 引發民眾不滿會再檢討 記者侯國文嘉義報導